就当黄孝的话音落下 便是见到原本黄孝身后 那一对黄金巨翼顿时消散成无数光点 玄机那些光点 伴随着黄孝身上的气势逐渐攀升 竟然转化成为了八道光轮 就插着最后一道 便可以修成九转踏足圣品 这个家伙 不知道是硝烟耳中的错觉 还是真的听见了 身前的黄玄之 见到黄孝 竟然修成了八转 脸上露出的 并不是对仙祖的倾慕 而是一种愤恨 那种眼神似乎是在传达着 想要杀死这老东西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严肖兄 看样子 今日我们得联手对付这个家伙了 若是可以帮助我 击败这个家伙 日后奉黄族 必然奉肖炎兄为上兵 黄玄之的眼神 突然变成了灼热之色 若是可以夺射这龙皇血脉的话 那么到时候 自己完成第八转 则是必然可以突破仙品层次 甚至第八转的时候 便可以有机会 接触到圣品境界 到时候 完成第九转的话 那么 自己未来达到的成就 必然会超过自己的父王 黄孝自然也是看穿了黄玄之的心理 修炼九转成圣诀的人 眼中没有亲情 只有对于强大血脉的渴望 凤凰族有这么一个功法神通 还真的是悲哀啊 只见其说话之间 恐怖的龙皇气息 顿时压制住了硝炎和黄玄之两人 只见到在硝炎的地厌气息之下 黄玄之所感受到的 那属于先品天至尊后期层次的压力 小了不少 硝炎的本体 和圣年肢体 还在这片灵力屏障之外 所以 现如今还无法凝聚地厌来作战 只能依靠着 和灵魂融为一体的圣年本源 不过就算是可以融合成为地厌 硝炎也不会轻易释放自己的地厌之力 若是太强大的话 极有可能被黄玄之给认出来 只见硝炎从驼射地厌之中 分离而出虚无吞炎 和净连吆火两道火焰 环绕在身体周围 黑紫色的吞噬之力 以及粉白色的净化之力 刹那间 便是将潮硝炎和黄玄之打来的灵力海浪 尽数轰成了虚无之状 好强大的火焰 我当初一靠近 你便可以感知到 你身上的火焰绝非寻常之物 没想到你身体之中 竟然有着两种火焰 而且还是如此之强大的吞噬之力 以及净化之力 恐怕这两种火焰 已然可以媲美真正的圣年了 黄玄之望着硝炎身上的虚无吞炎 以及净连吆火说道 硝炎也是轻轻笑了笑 虚无吞炎和净连吆火 虽说是地炎的一部分 但是也是继承了地炎大部分的能力 这样也不容易被黄玄之看出来 若是按照圣年榜来排名 单一的虚无吞炎和净连吆火 其实也是可以排在圣年榜前十五的行列之中 而硝炎的地炎融合了二十三种异火 才在圣年榜拥有了第五的排名 便是见到硝炎深吸了一口气 轻声说道 九玄朝神诀 炎神变 在硝炎的话音落下之间 就连站在硝炎身前的黄玄之都 愣住了片刻的时间 因为硝炎所说的九玄朝神诀并不是别的 乃是和九转成圣诀齐名的三十六道绝世神通之一的存在 在大千世界之中 三十六道绝世神通乃是公认最强大的神通 若是拥有其中之一 几乎可以说预定了未来大千世界巅峰强者的席位 就算是以黄玄之那高傲的性格 在见识硝炎 竟然施展出了九玄朝神诀之后 内心都是充满了震惊之色 如此实力的强者 再加上炼药师的身份 若是可以招揽到这么一位强者的话 未来凤凰族的成就将会不可限量 但是黄玄之也是十分清楚 若是与这样的强者为敌的话 那么凤凰族所要面临的 也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存在 若是无法收复你的话 那就只能让你永远地沉睡了 黄玄之内心低声难难说道 但是满山却是满脸笑容地说道 没想到炎霄兄弟 除了跟圣龙族有着救世之外 和火灵族也是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我虽然不了解九玄朝神卷 但是 我却是知道这是火灵族的镇族神通 没想到居然落到了炎霄兄的手中 萧炎只是呵呵一笑 不过侥幸而已 火灵族所修炼的 不过只是九玄朝神卷的前八重而已 这第九重才是九玄朝神卷最关键的地方 等到萧炎将无尽火域的事情完结之后 这九玄朝神卷的第九重 萧炎还答应了要还给火灵族 只见在炎神变的加持之下 萧炎的实力迅速开始攀升 不过片刻的时间便是达到了 先品天至尊初期的境界 虽说这并不是萧炎的全部实力 但是 为了防止自己的实力完全暴露 萧炎也只能是如此了 没想到居然是九玄朝神卷 看样子 今日运气很不错 在得到最后一种血脉的同时 还可以再收获一道神通 黄孝轻横着说道 萧炎侧眸看了一眼 身前黄玄之 看样子 猎人和猎物之间的身份 并不是完全固定的 黄玄之看上了祖龙星猿果的龙皇血脉 而祖龙星猿果 同样是看上了黄玄之的血脉 祖龙星猿果 说不定真的可以突破智谷 达到圣品境界 不过萧炎唯一不明白的就是 这祖龙星猿果 并非是神木的残魂 却仍然需要达到圣品境界 才能离开这个地方 只见到萧炎紧攥着手掌 并没有理会黄孝在说些什么 轻横一声 那也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区区先品出气的人族 也敢如此放肆 说罢 便是见到那黄孝一只 朝着萧炎的方向猛然点出 金色的灵力波动 凝聚而成一道璀璨的流光 朝着萧炎的方向暴势而去 仿佛万里之内的空气 都是因为这一击而完全蒸发 萧炎嘴角微微上扬 似乎对于这一击 并非是十分在意 轻横一声凭这小手段 就想要击败我 果子就是果子 永远都没有人的思考 说话间 便是见到萧炎双掌之上 一道附着着阴暗的黑色火焰 一道附着着纯洁的粉白色火焰 两掌同时朝着那黄孝的方向 猛然拍了下去 地印诀 五印合一 黄泉掌 两道曾经在斗骑大陆 乃是天阶级别的斗骑 在这大千世界萧炎的手中 则是不弱于任何神通级别的存在 伴随着强横的火焰灵力的波动 两道巨大的掌印 硬生生与那金光冲击硬汉在了一起 无论是那黄孝还是萧炎 都是未曾后退一步 凭借着秘法提升到 仙品层次初期层次的实力 竟然可以抵挡仙品天至尊 后期境界强者的攻击 萧炎所展现出的实力 也是让得一旁的黄玄之都为之赞叹 其实殊不知萧炎的灵魂境界本身的实力 便是可以抗恒仙品天至尊中 七境界的强者 若是萧炎完全想要 压制这祖龙新原果 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只可惜 现如今萧炎的躯体 正在这灵力屏障之外 任由黄玄之怎么想 也是想不到 其实萧炎灵魂的实力 比起其目前施展秘法提升后的实力 还要强上一大劫 祖龙新原果见到萧炎如此轻易 便接下了自己一眼 眼神之中原本的轻蔑 顿时也是消失了不少 只见其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 呵呵有点意思 好强大的灵魂波动 若是可以吞噬了你的灵魂之力的话 我晋升的速度会变得更快 萧炎现在只是灵魂体 但是有形有志 黄玄之看不出来 但是祖龙新原果倒是看出了一些门道 但是也不确定 眼前的这个人族的强者 是否就是真正的灵魂体 不过 无论是不是灵魂体 拥有如此磅礴的灵魂之力 若是可以将其吞噬的话 对自己的好处也是十分巨大的 只见祖龙新原果 看着萧炎和黄玄之的眼神之中 皆是充斥着吞噬的渴望 没想到 刚认识没多久 就要和颜潇兄并肩作战了 黄玄之笑着说道 萧炎的嘴角微微上扬 但是始终没有放弃 对黄玄之的警惕 自从当初受到死灵族的偷袭之后 萧炎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那些真的经历过生死危机的人之外 便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当初自己的老师要臣 便是太相信韩风而被背叛 自己也是太相信许久而被背叛 但是同样的错误 无论是老师还是自己 都不会去犯第二次 先解决眼前这个麻烦再说 萧炎轻横说道 便是见到一柄粉白色和黑色火焰 交织在一起的灵力锯齿 出现在萧炎的手掌之中 黑白锯齿出现的瞬间 周遭的空气 都是因为炙热的高温 凝制了那么一瞬 黄玄之见到此刻的萧炎 眼神之中充斥好奇有一伞 全用齿作为武器 下一刻 只见黄玄之的手中 多出一笔金色的武器 这件金色的武器 秦二曾经告诉过萧炎他的传说 相传乃是一个实力 达到了天智尊强者骨骸炼制而成 其名为凤翅刘金塔 如此神器 若是施展 必须依靠着强悍的血脉之力支撑 才可以 而且在凤凰族之中 也唯有达到天智尊境界 才有资格施展这种神器 只见到在萧炎和黄玄之的 联手微压制下 那原本还占据着实力压制的黄啸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萧炎和黄玄之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虽然都是仙品天至尊层次 但是很显然 若是没有境界上的完全压制 就算是仙品天至尊后期层次的强者 想要战胜两个仙品天至尊初期层次的强者 也是一件极为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 萧炎和黄玄之都 不是普通的仙品天至尊层次的强者 二人手中底牌 就算是有着凤凰族仙族记忆的祖龙新元果 都是感觉到十分的忌惮 我的后辈 难道你宁可帮助外人对付你的仙族 都不愿意来成就你的仙族 放心 本作若是出去的话 必然会将凤凰族带领到一个新的高度 黄啸转头看向黄玄之说道 为了凤凰族的九转成圣绝 飞禽类神兽 所有的血脉之力 几乎都是凤凰族豢养的血脉池式的 若是被修炼九转朝神爵的凤凰族人看中 其他种族的超级血脉拥有者 若是被看中 那么最好的结果 便是血脉被夺射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连同血脉 以及血脉拥有者一起吞噬 进入到了修炼者的身体之中 虽说后来凤凰族会对超级血脉拥有者的种族 做出一些补偿 但其实这种情况 已然算是变相地打压其他的飞禽神兽种族了 而如今 黄啸对黄玄之 也想使用曾经凤凰族 对其他飞禽类神兽种族的威胁 但是或许没想到 黄玄之虽然不像黄啸那般 修炼到了八转的境界 但也是修炼到了七转的凤凰族的强转 能将九转成圣诀修炼到这般境界 手中的鲜血 或许不比这位仙族少多少 仙族不如成全了晚辈 放心 仙族的意志 晚辈会一直传承下去的 仙族就安心上路吧 不过在此之前 还请萧族将您身体之中的龙皇血脉交出来 不然的话 就不要怪晚辈出手硬抢了 黄啸深深吸了口气 嘴角露出一股无奈的笑声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第五转凤凰天炎枪 在黄啸的画音落下之际 便是见到一柄赤金色的长枪 出现在了黄啸的手掌之中 在这柄长枪 出现在黄啸的手掌之中之际 萧炼感受到自己的血液 似乎都是在沸腾似的 黄玄之转头 看向萧炼轻哼一声说道 严萧兄小心 这凤凰天炎枪 可以直接焚烧血脉之力 萧炼微微点点头 他现在可是灵魂而已 并没血脉之力 而且 萧炼身体之中 也是有着地炎本源 就算是唯一克制灵魂的火焰 都是在萧炼的身体之中 故而 萧炼的灵魂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短板 想要击垮萧炼的灵魂的体的话 唯一的办法 就是从正面彻底击败萧炼 否则别无他法 只见到黄啸手持凤凰天炎枪指 向萧炼和黄玄之 一股强横的威压 瞬间作用在萧炼和黄玄之的身体之上 萧炼虽然没有展现而出 但是有着神灵圣火本源的萧炼灵魂本源 并不惧怕任何威压 而黄玄之 竟然也是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看着其自信的样子 或许是因为施展凤凰威压 所释放的 乃是凤凰的血脉之力 但是这种血脉 对于普通血脉 有着极强的压制力 对于萧炼和黄玄之 却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黄玄之同样 也是轻哼一声 九转成圣绝 需要依靠强大的血脉之力 来支撑 我倒是要看看 是你这龙皇血脉厉害 还是我这融合了七种 超级飞禽神兽之后的凤凰血脉 更胜一筹 伴随着黄玄之的手掌结印 只见到黄玄之的身前 也是出现了两柄和黄啸手中长枪 看上去极其相似的长枪 不过在黄玄之手中的那两柄长枪 却有着千丈庞大 伴随着黄玄之手中的凤翅 刘金塔落下 那两柄长枪 也是同时朝着黄啸的方向 快速紧接着落下 凤凰天眼枪 黄啸见到这一幕 眼眸之中带着些许震惊 但是面容仍然十分平静 便是见到黄啸手中的长枪 轻轻一横 无数的灵力光流 迅速朝着黄啸手中 凤凰天眼枪之中涌入 那灵力光流 就好似灵力和火焰 交织在一起的风暴一般 将周遭的环境 似乎都要融化至完全破灵 面对黄玄之所施展的凤凰天眼枪 很显然 对于有着强横的灵力底蕴 作为后盾的黄啸 没有丝毫的威胁 伴随着当的一声巨响 两个仙品天 至尊强者的恐怖对碰 直接震荡了整片天地 那些刚才因为黄啸声波攻击 而受伤不轻的凤凰族族人 见到这番景象 也是完全顾不上肉体 和灵魂的疼痛 这种级别的战斗 根本就不是他们 可以参与进来的 若是再不离开的话 或许今日就得把命留在这个地方 轻松接下黄玄之的 两道凤凰天眼枪之后 黄啸的脸上露出十分得意的神色 就只有这点手段吗 黄玄之在见到自己的两道神通 竟然都被黄啸如此轻易地倒下之后 脸上并没有丝毫地沮丧神色 而是嘴角微微上扬 轻哼一声 我又不是和你单挑 玄机不知道什么时候 硝烟已然已然来到了 黄啸身后不远处的位置 手中火焰锯齿 万千池影凝聚成为一个千丈庞大巨大的火环 朝着黄啸的方向席卷而去 半黑半白的灵力火环所过之处 一半空间物质 净数被吞噬进黑色的虚无吞颜之中 而另一半 则是直接被净联妖火的净化之力 净化成了一片真空 在外人看来 天空之上 并非是一个千丈庞大的巨型火环 更像是一个沿途破开空间 凝聚出一道道须无裂缝的巨大池影一般 先品天至尊后期层次 岂能是你们这些蝼蚁联手 便可以对抗得了的 黄啸怒哼一声 玄机猛然震开黄玄之 转身看向那巨大的火环池影 第六转凤凰降云翼 黄啸手中的火枪 朝着硝烟路和火齿 引猛然丢去 火枪所破裂的虚空 和路和火所破裂的虚空 竟然如出一折般骇人 火枪的灵力波动 迅速扩散开来 凝聚成一只 足有数千丈庞大的火环 火环的凤鸣之音 让得硝烟的灵魂 竟然都产生了些许的波动 但是好在硝烟的这具灵魂肢体 本身的修为也是极为强大 凭借着祖龙心猿狗的手段 显然对硝烟 也是造不成任何的伤害 两股灵力能量 在天空之上 硬生生碰撞到了一起 产生的能量冲击 将硝烟的灵魂 都是震退朝后 滑行了数骨 而黄啸的身形 同样是朝后退了一步 好久没有遇到一个 厉害点的人族强者了 小子 你有资格死在我的手中 只见硝烟满不在乎的呵呵一笑 抱歉了 我今日前来 是为了取走祖龙心猿果的 黄玄之一个闪身 来到了硝烟的身前 询问倒没事吧 硝烟玄几点点头 黄玄之同样 也是轻哼一声没错 将你的本源交出来 我或许还会让你死得轻松一些 莫要认为 你这仙品后期层次的实力 就会在本作的手中 掀起什么风望 面对仙品后期层次的强者 这原本只是有着 灵品天至尊层次的实力的黄玄之 就算是有着自己的相助 也不该如此的大言不惨 硝烟确信 这黄玄之 除了这九转成圣诀之外 应该还有着其他的底牌才对 现如今硝烟的本体 和圣年之体 都是留在了灵力屏障之外守护着 硝烟目前还无法施展九玄朝神诀 以及焚诀 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半部圣品 若是黄玄之 想要对自己出手的话 自己现在仅仅只是可以依靠着 媲美仙品中期层次的灵魂自保而已 不过碍于自己炼药师的身份 这黄玄之 没有特殊的原因的话 应该也不会对自己出手 毕竟人族的血脉 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的用处 而且 若是交好一名高阶炼药师 对于一个种族的好处 也是极大的 今日倒是花的时间有些长了 七转奉险零食 黄孝对于这样纠缠的战斗 同样也是极其厌恶 若是不赶紧解决硝烟和黄玄之 任由他们施展自己的底牌的话 自己到最后 说不定真的会栽在他们的手中 伴随着黄孝的轻横 原本黄孝的身上的金色流光 顿时转变成了血红之色 黄孝本身的气息 竟然开始暴涨起来 凭借硝烟的灵魂力量 竟然感知到 这黄孝的灵魂力量 起码提升到了后期的巅峰 看样子 是要动用真正的手段了 硝烟沉声说道 但是黄玄之 却是伸手拉住了硝烟轻笑一声 严硝兄 还是交给我吧 只见黄玄之从那戒之中 掏出一块血色的骨玉 那骨玉纹路斑驳 看上去极其的古老 但是其中所蕴含着的血色气息 却是充斥着极其强烈的血脉之力 凤血令 每一个凤凰族的族人 在活着的时候 都会将自己的血脉本源之力 注入到凤血令之中 从而方便族长掌控其命脉 而黄孝族长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命脉 会掌控在我的手中吗 见到黄玄之 掏出那块骨玉 黄孝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